现在我来介绍的是 激化核差 那么激化核差的话呢 在未来三角函数的积分的地方的话呢 我们会常常用到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边特别来介绍 激化核差公式的话呢 看起来是很难背 不过的话呢 如果各位同学 你只要熟悉三角函数的副角公式 其实的话呢 它就不难了解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三角函数的副角公式 我们就证明这两个公式 给各位同学看 首先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介绍的是 sine的α加β是什么 sine的α加β是 sineα cosβ 加上cos的α sineβ 这是我们三角函数 sineα加β的核角公式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 减的呢 减的的话呢 前面后面都完全一样 中间这个是减的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两次相加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两倍的 两倍的sineαcosβ 是等于这两个相加 我们就相当于是证明了 这个公式了 那么以后的话呢 我们看到了 sineαcosβ 就是二分之一 sine的核角公式 一个正的 一个负的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呢 它的话呢 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差在哪里呢 它是cos的 cos的α加β 是等于cosα cosβ 中间是减的 sineα sineβ 这边是加的 这边就是减的 那这边是减的呢 那它就是加的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两次相加 各位同学看 两次相加 这个是不是就删掉了 于是是两倍的cos 乘以cos 两倍的cos 乘以cos 是等于cos的 一个加的 一个是减的 那么这样的公式的话呢 我们就大概的介绍一下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例题 来我们看看例题 例题的话呢 是这样的 我们的话呢 当我们遇到的是一个 三角函数的积分 两个相乘的时候 这种题目是一个困难的题目 但是如果我们使用了激化核差的公式的话呢 就会变得相对来说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是sine cos sine乘以cos的话呢 我们看是sine加sine 一个中间的话呢 是加的 一个是减的 那于是我们就这么说了 二分之一提到外面去 积分的话呢 我们后面的话呢 会再提 这两个的话呢 是sine加上sine 这个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两个角度的相加是多少呢 x跟2x相加变成3x 那么另外一个是相减的是 x减掉2x是负x 好 像这样的一个积分的话呢 就相对来说简单很多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等于二分之一保留着 sine的积分是什么呢 是负cos 这个地方是3x 我们就是写3x 根据连锁率的话呢 我们这边要补上一个 三分之一 然后的话呢 再加上 那这个地方是二分之一的话呢 是因为它是在外面 我们的话呢 都要注意有一个刮胡哦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sine的负x 那么我们不管它 我们就直接写好了 我们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其实负号啊 可以把它提到前面去 那么变成什么呢 变成的是cos的x cos的x的话呢 的微分的话呢 是负sinx 所以的话呢 没有问题 我们的话呢 就直接的话呢 刮胡起来 加上一个c 这个不定积分 我们就解决了 我们使用了 激化核差的技巧 解决了一个 三角函数的积分 字幕志愿者 杨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